網路行銷的學員裡面有分兩種人 一種人是他本身有自己的事業 即使沒有網路 他也已經在做生意 那他想透過網路能夠增加產品的銷售量 另外一種人是他還沒有自己的事業 他不曉得怎麼賣東西 甚至他根本沒有產品 那針對沒有產品的學員 他們經常會問我一句話 那老師我沒有產品該怎麼辦 那通常呢我都會先跟他諮詢半個鐘頭到一個鐘頭 我會問他 從小到大 你自己的專長在哪裡 自己的專長在哪裡 為什麼要問他半個鐘頭到一個鐘頭呢 這是最令人頭痛的問題呀 因為非常多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的專長是什麼 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所以我會問他從小到大他表現最好的學科是什麼 不管是體育項目或者是學科項目 成績也好 不管是哪一個科目是他比別人還要優秀的 我想 上帝在造人的時候總會有一項你比別人強的地方 即使你不是這世界上最強的 但是沒有關係 你可能是你們班上稍微 贏過一半的人群的 這個項目呢 你可以拿出來 然後 把它畫成智慧財 來做成電子書 或者是把它做成銷售的影片 來販售你的know how 有些人 他不曉得自己的專長 是別人需要的 可以解決別人的問題的 所以在諮詢過程之中呢 其實我會發現 哎呀 原來 他的業務能力好強啊 因為他一天可以陌生開發100通電話 這是我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那這種業務能力 他就可以把它化成一個專業知識啊 他可以拿來銷售 他可以把它做成電子書 把它做成影片來賣 可是呢 做成電子書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可能很容易被人家下載 然後之後被傳閱 或者是被群發 或是公開在網路上 被人家公然下載 那另外一種方式呢 可以把它做成影片 做成影片的話呢 你只要擺在網站空間裡面呢 至少 他比較不容易被人家倒入 所以在你還沒有知名度之前呢 先不要擔心考慮這個問題 好 那問題來了 你怎麼去架設這樣一個網站 來上傳你的影片 然後呢再把你的影片放在會員區裡頭呢 我這邊要示範一個網站 非常的簡單 就在我這個網路行商的懶人包裡面呢 我有交到這個 功能喔 譬如說這個網站呢 他這邊有個LINE的這個教學 那這個教學點進去的時候 他會要求我輸入 帳號 密碼 那一旦我輸入了我的帳號跟密碼之後呢 我只要按Login 我就會跳入這一個密碼頁 這個密碼頁呢就是必須像剛才一樣 登入個人帳號密碼才能夠看到 而且這個頁面裡面呢你會看到 這個影片 嗨你好我們今天來講一下就是怎麼樣去保護你的網頁內容 有些網頁內容呢你是想要給你的好朋友或者是給你的VIP客戶看到 但是一般的陌生訪客你是不想讓他看到的 除非付了費用或者是加入了會員 那你才讓他看到這個網頁內容 可是這樣子網頁你怎麼做 是不是要請城市設計師去幫你設定這樣子的網頁 去寫城市保護你的網頁呢 喔答案是不需要喔 如果你使用的是我們提供的價帳軟體的話 你在 城市的後台呢 你只要自己去設定 某一個頁面要收到保護 然後你把這個密碼設上去 那這個網站呢 只要有了這個密碼 所有的 收到保護的頁面 只要透過這個密碼 你就可以 看得見這個網頁內容 他最大好處就是 他很方便 就是 收到保護的網頁 別人看不到 有密碼的人才看得到 你只要把密碼 Email給他 或者是LINE給他 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但是 這樣子有一個缺點 也就是 如果你這個密碼 曝露出去了 被別人轉貼了 那你的網頁就受不到保護囉 還有一個比較進階的方式 怎麼做呢 那就是提供會員系統 所謂的會員系統就是 每一個人都會有一組 帳號密碼 所以呢 每一個人登入這個網頁 受到保護的網頁 他就必須 填寫他的帳號跟密碼 那每一個人的帳號跟密碼 都不一樣 這時候呢 你的帳號跟密碼 就不容易洩漏出去囉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 比較重視自己的隱私 所以你只要為每一個會員 開設他自己的帳號跟密碼 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利用自己的帳號跟密碼登入 這就達到了保護網頁的效果 好的 像這樣的一個網站啊 他並不需要你去架設 其實他就好像部落格一樣 只要你登入後台 申請一個帳號密碼之後 然後付了錢 一年大概3000多塊錢 很便宜 不貴 而且他沒有空間 容量的限制 而且也沒有流量的限制 沒有頻寬大小和流量的限制喔 最棒的是 他裡面可以去上傳像這樣子的影片 你上傳的影片到這個空間裡面 然後呢 再把這一頁呢 做成帳號密碼的保護頁 你的影片呢 有了影片的上傳空間 而且呢 你的網站呢 也有了這個 會員的 管理機制 一般啊 如果說你要把影片 放在你的 Wordpress的網站裡面呢 那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呢 因為Wordpress的網站呢 架在虛擬主機上頭 他一定會有空間容量的限制 甚至還有頻寬大小的限制 如果你要把 影片直接上傳到 Wordpress的網站裡頭的話 哇 那個空間 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頻寬也耗用的非常的多 那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一般呢 很多 做網路行銷的業者 他們會把 這個教學影片呢 放在另外一個平台 譬如說像放在YouTube 然後採用那個 簽入的方式 簽入到自己的 Wordpress網站裡頭 那這樣就 分成兩個網站來 置放他的網站內容 可是你不能夠放YouTube 因為YouTube 目前並不能夠去鎖定 帳號密碼 所以如果YouTube的影片 簽入到你的網站裡頭的話呢 那 消費者會 看到 這一個影片的來源出處 是在YouTube 那就得不到保護啦 所以呢 我們都會把影片 放在例如說 像Amazon 主機空間裡頭 那 一年的費用 也是超過3000塊以上喔 那你想想看喔 一個Wordpress的空間 最便宜的外面 市價可能3000多塊 如果是像 資邦的話呢 大概4000塊 如果更貴的呢 大概6000塊 我們以3000塊最便宜最便宜的來講好了 國外的 那3000塊再加上這個 影片的置放費用 又3000多塊 那加起來就六七千塊囉 一年光是影片的空間 再加上 網站的費用 加起來就 7000塊囉 而且 你還有可能 什麼 你必須去做 你的網站 維護和更新 像Wordpress 如果有更新檔案的話呢 你必須要自己去更新 如果你不更新的話呢 會有個危險就是可能 你網站做久了之後 然後受到了攻擊 被駭客入侵 那你網站可能掛點 所以你必須自己去備份 自己去還原 自己去更新 好 這些事情呢 我以前也做過 我覺得非常的討厭 所以啊 我為什麼會教這個 網站喔 類似blog這個網站 非常簡單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個頁面啊 我把它 設定了一個photolife.co 這個網址 那這可以去自訂自己的網址 你只要去買網址就可以自訂了 而且啊 就這麼簡單 那你看看 如果按這個my account 他就可以列出 Logout Logout 登出 登出之後呢 他如果再按 這個 需要密碼保護的頁面 他就會叫你再登入喔 才能夠再看到這個密碼保護頁 那一般人啊 如果你沒有開設這個帳號密碼給他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看到 這一個剛剛的那個影片的頁面 所以啊 為什麼我會推薦大家 網路行銷懶人包這個教學呢 因為這個教學裡面啊 我不只是送你LINE的教學 而且還教你 怎麼樣去 做一個這樣子的 會員網站 影片你也不用另外去租空間 你就直接在這個 架贈系統裡面呢 就直接上傳了 然後呢 會員系統你也不用再去找軟體外掛 不需要 你就直接在這個 在架贈軟體裡面呢 就已經內建了這樣子的會員系統 如果你覺得 很棒的話呢 那你趕快繼續去看一下 網路行銷懶人包裡面 還有其他的教學啊 趕快去看看吧 綜合以上的說明 一個會員網站 想要擺上影片來做銷售的話 至少需要花費 影片空間 每年至少3800塊 虛擬主機的空間呢 每年至少3600塊 然後你如果是安裝opress再加上會員的外掛軟體 至少又要再花1800塊 所以你第一年的費用你至少就要花掉 9200塊 而網路行銷懶人包呢 它的售價是19800塊 在懶人架贈會員系統 給你的一年 費用是2300塊而已 總價 22100元 那我們在限時特價呢 在3月31號之前 只要9800塊喔 而且前10名購買的人呢 我們在提供協助你 駕站的服務 讓你免動手 就能夠完成會員網站 我們先幫她擴張 我們先幫她擴張 我先幫她擴張 除了 你 我先幫她擴張 如果妳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